台北市長柯文哲臉書的粉專 上個月遭逢退讚潮 跌破了200萬大關 不過昨天一天的時間 卻多了2萬個讚 其中還有許多是阿拉伯人 對此柯P就笑說 難道是有阿拉伯的盟軍嗎 他表示沒有錢買讚 不需要臉書淪為網軍的戰場 一度高達212萬粉絲 暗讚的柯P粉專 在他阻擋後一路暴跌16萬人 前一天居然莫名反向暴增2萬人 透過公方公司在買讚 這一定沒有 不過我發現我臉書已經變成 網軍的戰場了 不過我先講 我們是絕對沒有錢買任何東西 柯P自己也摸不著頭緒 這些粉絲打哪來 從管理後台檢視後發現 這些暗讚的帳號 竟然是一群阿拉伯人 有網友開玩笑說 是郭斗的阿拉伯朋友來幫忙 我有阿拉伯聯軍是不是 阿拉伯的盟軍了嗎 所以就知道這是假的嘛 假帳戶 會不會是反操作 會搞不清楚 究竟是誰大手筆買下這些帳號 給柯P充人氣 若是好意來互盤 柯團隊大概心裡有底 但因為多數是假帳號 也難怪柯P會懷疑 這是反操作 其實也不怕秀給大家看 就是真的一連串都是人頭帳號 我們不會去花任何一毛錢 再買臉書粉絲 基本上是無效的操作 也就是說 現在臉書的經營的績效 跟你的戰術多寡 是兩回事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理由 就是可以停止這種愚蠢的操作 臉書小編掛保證 絕非自己人所為 但不明對方來意 也不便口出惡言 哇 原來絕大多數 我看不只阿拉伯 我看可能連非洲的都有吧 柯P不要賴說什麼 他沒錢買 柯P 兩個禮拜前 你才跟你的那些 財團企業主的密友們 在來來飯店的法國餐廳用餐 你忘了嗎 假帳號粉絲暴增 善意解讀就是有人暗中相助 但若是負面思考 當然有了各種解讀方式 董森系列審小組李嘉憲 張清俊在台北報導 走 交給他